現場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徐曉昕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沒有被民進黨打倒的祕歡 現在繼續來繁咬吳釗憲 昨天公佈了台傑有關於1000萬美金的秘件 那裡頭就是說我們的外交部要來援助烏克蘭 需要經過第三方 這個第三方被揪出原來是捷克當地非常大的金主 那現在大家就會想說 我們的外交部為什麼援助烏克蘭 還得要透過第三方 這個第三方他會不會抽了佣金 會不會就是外交部去找錢客援助烏克蘭 對 我們都一直希望說 那我們願意幫助烏克蘭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幫助烏克蘭呢 可是好像都沒有辦法做到 那不曉得是人家不領情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烏克蘭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要抗中爆胎 為什麼要去幫助他 好 這個我也是八竿子摸不著頭腦 好 那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講 不要管他是不是跟中國大陸比較好 我們來幫他透過第三方國家 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我跟吳釗燮確定了總共呢總額有1億美金這麼多 而且都是透過第三方國家 包含像是波蘭啊立陶宛啊捷克等等的喔 那我當時就很懷疑說 我們透過第三方國家再幫我們援助烏克蘭 那中間這第三方國家協助我們做事 難道不用行政費用嗎 還有跟我們簽合的單位真的是他們的政府嗎 還是其實是可能在他們地方上面相當有影響力的商人 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金主呢 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嘛 所以我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我就有談了這樣子的框架 會使得我們在立法院監督這一筆善款的時候 形成很大的困難 然後接下來呢 在深夜11點的時候 外交部就突然發了一個新聞稿 也不是新聞稿 一個梗圖 痛罵我說我全部都是空穴來風 全部都是造謠 那我當然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我手上一直都是有資料的 其實我已經準備了三個多禮拜 但是我都沒有出手 我只是問了吳釗燮幾個問題 可是因為他說我空穴來風 那我不得不拿出資料來應戰 可是在當天晚上凌晨1點我發文的時候 我只提到了 烏克蘭的這跟捷克合作的專案計劃 是1000萬的美金 其中300萬到400萬美金要採購台灣的衣材 那這部分的公開透明程度到哪裡 外交部始終沒有說 以及這個Peter Floyd 他來台灣3月的時候 112年3月來 前腳剛來後腳12月就拿到1000萬的標案 他還是在捷克裡面 跟很多的國會議員 交往甚密的大商人 那會不會變成是轉進到政治獻金 這也是我們憂慮的地方 那提出的這幾個問題還包含 蕭美琴准副總統到捷克的時候 人家會不會去關心他 這個問題本來說好了 2024到2026年36個月1000萬美金 可是現在嘲笑也大啊 那確定這些錢還會付款嗎 就算蕭美琴副總統 準副總統 他自己不提 或許別人也會關心他吧 我是這麼想的 那這一點要請外交部自己說明白 結果我寫了這篇文章之後 隔天早上外交部又痛罵我一頓 但是基本上是完全承認我寫的內容 包含了1000萬美金MOU 還有30%到40%的這個台灣一財採購 可是真正關鍵的 2024年已經付出去的300萬美金 到底這筆錢運用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他們完全避開提問 所以今天包含是民進黨也好 西進黨也好 就指控說許小新泄密 坦白說我必須這樣 今天是因為他們說我空穴來風 所以我必須拿出資料應戰 不然人家還真以為我所有的東西 都是瞎猜瞎想的 不是 我是有資料佐證的 但是作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不應該揭露的部分 我全部都用便利貼貼起來了 我只是提出了跟國人會有相關 必須要提出來質疑的點 民進黨政府本來就不應該 什麼東西都用密件保護自己 變成自己的遮羞部 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的第五條規定 國家機密範圍應以最小範圍而為之 既然外交部當時說 捷克的MOU全部都可以公開透明 是他們先講的 那為什麼不公開呢 所以我必須要說 我能夠保密的部分 是全部都有協助來保密的 但是很多疑點是牽涉到一千萬的美金 牽涉到台灣的一財團體 他們能不能夠公平的競爭 這一點作為立法委員 當然要勇敢的站出來監督 而不是因為他們所有的劍都用密件 所以好像我們什麼都不能說 都閉口不塌 對 所以薛曉星他這邊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納稅錢流到哪裡去 而是怎麼花的 這個部分是大家最關心的嘛 所以他把一些重要的部分 都先把它貼起來 但是也可想而知 也可以預期到 民進黨今天一早就開記者會 大批鬥 薛曉星是洩密啊 然後就說如果你身為一個 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你想要去調閱這個文件合不合理 那可以開機密會議啊 你怎麼可以直接提出來講呢 所以這個部分都小心怎麼看 因為他甚至還說 你把這個人公開之後 中共不會去施壓嗎 那如果他們民進黨立委是中共的話 看到你這樣子提資料 開心死了 因為他就知道有哪邊的目標 可以去施壓了 可是我必須要說 那跟這個所謂的合作院的合作 那跟捷克相關的合作 如果真的要去查的話 並不是這麼難的一件事情啊 那什麼時候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又這麼害怕施壓了呢 那我必須要講 我們今天就是要揭幣 然後包含我們的款項流露不明的地方 你很難想像 我們本來誤以為是雙邊的政府的簽約 結果竟然是進到CHTI的賬戶裡面 這一點難道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不應該勇敢的提出來嗎 所以我當然知道今天站在這裡 揭發這些弊端 會有很多的劍拔往我身上來射 但反正他們過去都攻擊我21天了 那我又多怕這一天呢 所以我覺得我要謝謝他們 就是過去對我的鍛鍊 都打了21天了 今天再開記者會 你覺得我會變得更痛嗎 並不會的 所以接下來不止今天 其實今天早上我已經開第二場記者會了 第一場記者會是揭露了交通部 竟然在做小紅書跟微博還有微信的營運 這跟他們抗中保台的說法完全不同 你覺得我看起來很像沈柏洋嗎 這場記者會竟然是由我來開 對所以我想不管是今天的兩場記者會 那下禮拜下下禮拜我都還有很多的材料 會一一的揭發 民進黨不要以為你用一個密件就可以遮掩蓋 祝你所有在經費上面運用不清的情況 假如你認為應該要跟我溝通 你當天晚上就不應該發文 攻擊我所有的事情空穴來風 就是如果你覺得我在新聞上講的 你覺得你可以再來跟我做一些溝通 細節的討論我也不反對啊 但是是你既然要跟我開戰 那我又何必跟你客氣呢 當然是把我們所知道所有的一切包含是 我非常在乎那三百萬到四百萬的美金 是要讓台灣的衣材有被採購的機會 那是不是所有的衣材廠商可以以視同人 透明的公開參與政府的採購 而不是綠油有特定人才能吃到這一塊肥肉 對 所以如果要招標那就公開啊 你們所謂的公開透明就公開招標 不要讓大家到座位查到 這部分是又跟綠油有的廠商來接洽嗎 同時我們已經有三百萬的美金 現在已經匯到了這個指定賬戶 這個金流到底流到哪邊去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會希望也會要求 就是在這個外交部這邊 未來所有援助烏克蘭MOU 相關的期中期末報告以及單據 都要提供給立法委員 我們可以用開秘密會議的形式 但是開了秘密會議不等於 如果我發現你裡面有貪賬王法 我就不能講 大家懂這個邏輯嗎 我覺得民進黨常常會講說 那我們可以開機密會議啊 OK啊開機密會議 可是我如果在開機密會議的過程當中 我查到不法 那我不能對外說明嗎 那我不能去告發他嗎 那不就變成機密會議 又變成是民進黨政府 他作惡的 他貪污的遮羞不嗎 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一個民意代表 我們發現有錢被預算亂編 預算亂花 貪污腐敗 有弊案 就有責任站在第一線 把所有的事情講出來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工作啊 所以就算基進黨告我 就算民進黨要告我 就算等一下行政院要告我 我覺得我第一經得起考驗 第二個 如果是為了中華民國的國民坐牢 我願意 因為我沒有貪圖個人私人的私利 我沒有背叛我的國家 我是為了守護中華民國的國民 而做的立法委員 所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民進黨千萬不要把機密會議 當作是任何貪污的這種霸王條款 好像立委都沒有辦法繼續監督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小新的寶貴時間 我相信小新會繼續揭庇 沒錯 等下禮拜 最近東西太多了 累積了一大堆 畢竟你21天休兵 謝謝 好 謝謝小新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一整個狀況看下來 反正當薛小新揭露了 我們主要是要看 我們的錢流到哪邊去 但民進黨給他扣上了 泄密的大帽子 但是薛小新剛剛特別提到 他為中華民國的人民坐牢 他也都願意 因為這一切就是在追人民的錢的流向 那麼民進黨這麼怕立委來追嗎 以上你們這一節的國際最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喔 讓我抽到 職位可以健康這家 中文旅館的容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